我想请教这个信息 就是说什么样的讯息 算暧昧或骚扰 配偶要注意 其实我觉得 像现在的话 我们刚才有谈到说 如果今天你的 这个朋友的另外一半 他觉得内心很不舒服 那我觉得身为他的朋友 我们当然也会觉得说 我们就稍微修炼一点点 可是你知道吗 像传讯息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就是 第一个你不要给人家 瓜田底下的嫌疑 第二个如果你是人家老婆 你会觉得有些讯息 可能就是要有一些警戒性 好比说我认为 如果今天传讯息的时间是 在那种十点以后的 家庭时间的时候 我会认为说 可能也许是讲公事也好 或是那个业务的交办 问题是因为 现代人的工作时间 现在讲的是男女 对 男女之间 就是没有说一定是规定 说女生对男生 男生对女生也是一样 是因为现在人 我们工作时间 已经拉长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今天这个人是已婚的话 我觉得大家在传讯息 或者是在打电话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尊重说 他现在已经回到家 甚至他已经是加班 回到家 是不是应该尊重说 他应该是要有家庭时间 他需要多时间 对 陪他的老婆跟孩子 而不是说 你可能十点 十二点了 你还在传简讯 那你想想看 就算是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好了 可是当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下属 或是你的同事 他在忙 然后呢 陪老婆看电视 陪得好好的 料理孩子 料理好好的 手机就开始清了 又开始回 那你另外一半 如果触坛子比较大 他当然就会觉得 你怪怪的 这么晚 到底在跟谁 连来连去 传东西 传来传去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话 但是我觉得有些内容 那冰心 可以在晚上十点 然后传一个 给宏伟说 亲爱的你在做什么 可以这样可以吗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亲爱的 对 其实我认为像 在业务上有些人 我知道有些业务 比较有嘴滑舌的 他们对人 每个人都是 亲爱的 亲爱的 美女 帅哥 亲 对不对 亲 所以其实我觉得 很难去拿捏 可是我会跟大家讲说 在讯息上 如果他常常就是说 你在干嘛 你现在在做什么 虽然是我好无聊 那我觉得其实在配偶 看到这个简讯 就会觉得 你今天没有事情 有那么熟吗 对你来问我的老公 或男友说你在干嘛 那我觉得这个讯息 后面透露的意思是 我也没有在干嘛 可是我在想你 因为我在想你说 你现在在干什么 I miss you 有一种意思在 有这种意思在 所以说我觉得 有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 也不要敢讲说 你在干嘛 我心情不好 我想要陪聊 我想要有人谈心 那这个时候 他如果说今天 有那个另外的 男女朋友的话 你这样的话 人家陪你谈心 男女掏心挖肺 接下来 有可能就会情愫暗神 这样子 那现在已经变天了 要提醒对方 多加衣服吗 有时候会觉得 关你屁事 不是这样太急 就是说 我认为 有时候暖心的问候 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你知道除非是这个人 真的是对你有意思 不然的话 今天要变天了 多加件衣服 或今天会下雨了 多带点雨 要多带雨伞 我觉得这东西都 有一点too much 应该是要尊重她的配偶 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是她的配偶 去帮她做提醒 而不是你的位子来讲 我认为是这样子 林欣呢 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 就是时间和平率 会有这样的女性传递给你老公吗 其实在我刚结婚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我老公有一个人格的缺陷 就是她是童子军 她国小就童子军 国中高中到大学都童子军 你知道 所以她有服务性人格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困难的话 她会想要帮你解决 帮忙解决 所以我们在刚结婚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性 她一个女性朋友 就是在工作上遇到困难 差不多十点半这样子 然后讲到十一点多 第一天我就 第一天就算了嘛 遇到困难 然后她也帮她解决 就第二天呢 又来了 就第三天我就要翻脸了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跟她这样 所以你可以忍受两天 记得啊 我就翻脸了 但是我也吃错了 我也吃错了 但是我的解决方式不太一样 拜托我多会吃错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善渡的女人 但是我的做法 善渡到什么地步 但是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说亲爱的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一块好肉 我很害怕别人就把你叼了 叼走了 对 但是我觉得她遇到困难了 你帮她解决 这是OK的 但是我觉得时间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她 你简短的帮忙她了 然后然后第二个 就是说她打电话来的时间也很重要 她怎么可以在那么晚的时间打电话来 然后第三个 我就觉得谈情说爱谈情说爱 她之前讲公事 接下来就讲心情不好了 第一天讲公事 第二天就讲心情不好了 然后你下次可不可以跟她讲说 女人比较了解女人 如果你心情不好 要不要我老婆来跟你谈谈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是用这种方式的 所以就是因为我 像有几个动作 然后你看我 我就 你已经吃错了吗 吃错了吗 现在 当时 偶尔要 偶尔要看脚本 不是了 因为我就会指着时间 我就会指着手表 很久了 讲很久了 是 是吗 就讲很久了 然后一个绯闻 就是等你 你懂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吃错你有很多表现方式 就是一个是人家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干嘛又打电话来 又打电话来 到底她是 你跟她 你是欠她还她欠你 你就开始吵架 那你知道那个女生吗 知道 我知道 其实事实上都认识 公事上 对 可是我觉得不应该 所以后来 但是我有时候就觉得 有些男生 真的会有大哥哥 大人哥情节 就是他看 所以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讲 就是说 你真的了解吗 你的人格特质 你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很温暖 所以你不要让女生 有这种错觉 这种错觉 或者说总觉得可以依靠你 那你被太多人依靠 那我依靠谁 是吧 可是他是有公共财 怎么只能够为你所用 那志伟 像你的工作会接触到女性 也会有这样困扰吗 我是还好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做什么 但是就是说 就前几天我老婆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 她没有讲年轻貌美 她说有个女生 然后如果说她在你工作的场合 然后就是可能会 会勾你的手一下 或者是说脖子靠在你肩膀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说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她就说因为她有一个朋友 然后就是在一个工作的场合 然后就有一个小女生 那小女生学校刚毕业 那她的朋友告诉她说 她最近很困扰一个问题 她老公都很OK 可是就不会跟这小女生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 我是结婚的人 因为这小女生就会 跟她讨论事情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她先生的同事 就是我们讲 intern 实习生 那就会过来某某大哥什么 就会很仰慕你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你好棒 你好厉害 因为她先生回去会跟她的朋友讲说 我们办公室来一个新的实习生 然后长得很漂亮 她嘴巴超甜的 可是她都会怎样怎样 就是我就说 你这个朋友的老公就吃饱撑着 她没事跟她老婆讲这个干嘛 所以老婆就会开始很担心 就观察一下说 老公最近好像出门会喷香水 好像头发会把它设定好一点 你是怎样 你现在有个小女生来对你 你就晕船了吗 这样 可是她说我没怎样 如果真的有怎样 我干嘛跟你讲这件事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跟你讲 男人在女人面前讲这件事情 是要你正视她的存在 她是在告诉你 我不是有人爱 现在有一个年轻人来靠近我 所以她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所以请你去告诉你的朋友 正视一下她老公的存在 不要有时候可能对老公 就是以子气死啊 然后好像是结了婚 老伴就不需要有一些情调啦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也站在男人观点看一下 我个人是 我个人是借这个例子也是 讲给太太听啦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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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